這個問題22自動行程安排 那首先的話呢 比如說我今天安排 假如說我第一個工 現在甘特圖裡面沒有任何東西 那我要怎麼樣 第一個呢我先建立一下 這我要在 11月1號 然後呢我的工作 比如說我的office OK然後呢 課程喔 然後輸入天數的話這邊可以下拉選單 5天好了按輸入 好那第2天5天之後的話我在11月6號 那我有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這邊的話 我在7號之後的話 假設我是 VBA5天輸入 再來檢視一下 再來是12所以再來是13號 也就是13之後的話 然後再來是我的第3個 Auto key好了 輸入 最後也可以檢視 那你會發現呢我可以怎麼樣呢 往下增加我的行程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甘特圖就會一直往這個方向 一直往這個方向 那最後就可以排出來了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也是利用我們那個VBA裡面來做到的 檢視這邊是18 那也是後面可以再繼續 18 20 不過這個地方有個缺點 這個應該 要能夠把這個日期怎麼樣 直接 把這個日期帶過來 加1就好了 不然我每次都還要怎樣 看一下 那個日期 最好是可以帶過來 然後呢 底下這邊可以做成下拉式選單 按輸入 輸入之後就可以 有沒有 編號 自動產生 甘特圖自動產生 OK 那會出現 工作名稱 什麼時候開始 什麼時候結束 他的圖 OK 那這個地方其實是給他顏色 給他每次都給他不一樣顏色 你不能說每次都給一樣的顏色 然後 最後可以切過來 檢視的話按下去可以跳到這一頁來 OK 那有一個清除按鈕 按下去的話 最後呢 可以把甘特圖裡面清空 OK 大概類似像這樣 那我要怎麼樣去完成這個練習 那請各位先大概看一下 在這個 我們課本上面的 192頁的地方 首先的話呢當然 我們需要一個介面 這個介面的上面的話呢 就類似長這樣 各位 請自行 輸入上面 請輸入日期 這邊給使用者輸入日期 那其實最好 當然可以讓使用者 直接有一個可以選日期的一個 萬連例 點下去 跳出一個萬連例 讓他選 選完之後跳 回來 不過這個例外 裡面設計 可能有點困難 有點困難 那或者你可以用什麼樣的 下拉選單也好 或者等等 OK 然後呢 這邊我是用下拉選單 那下拉選單怎麼做呢 其實前面有講過嘛 你可以用什麼 在資料裡面的什麼 資料驗證 那我資料驗證裡面呢 我就自己加了一些來源 來源裡面的話呢 我這個項目中間加 豆點就可以了 直接寫 寫固定的 那天數的話呢 最多我給他9天 1到9天 所以我也在 資料驗證裡面呢 增加1到9 OK 這樣的話到時候有個下拉選單出來 OK 然後增加3個按鈕 輸入 清除 檢視 OK 然後呢 剛特圖這個工作表裡面 那我就增加 3個欄位 上面標題這樣 那其他的話呢 我可以把後面的欄位呢 稍微縮小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到時候我在 增加格子的時候呢 會比較 好 填上顏色 OK 間距可以稍微縮小一點點 這個間距大概調到大概 三項數左右 再把 後面的這些欄位 把它縮小一點點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著把這個界面 跟這個 干特圖 兩個工作表 先佈取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 城市怎麼撰寫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